廣時的居民大家好 我很簡單一個報告 大家其實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塊土地 其實廣時真的很美 那我相信在地的居民或是我們 其實大家都是敬老尊賢 然後都是非常有愛心的 所以其實這一塊土地 是可以共創雙贏 然後帶動社區的發展 然後優質的生活品質 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出在哪裡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出在 富士計畫真的是一個冷冰冰的土 就是他完全是沒有考慮到基地現況 你看廣時 廣時這一塊土地 他的這個周邊其實都是非常 雍色的一個空間 所以其實這一塊地 如果能夠盡量留設大面積的 綠地給社區其實對社區 是發展是有幫助的 包括剛剛 其實有提過就是如果要 出生要幹嘛 現在房子最貴就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如果 這塊土地能夠大面積的綠地保留下來 會對社區是很有幫助 而且老人家都有地方去活動 那再近一點來看 其實這塊地是真的有非常多的綠樹 然後我們從山上去拍照 或是從101大樓上面來拍這塊地 他真的其實很值得大家去關心 去想想看這塊地 對我們社區發展怎麼樣的 使用方式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是 他們之前做環評的時候的資料 對其實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個東西 非常的 完全是沒有生命 我們現在在討論一個沒有生命的都市計畫 他把這塊土地當成是一塊空地 然後他就直接畫出來 上面社府 然後旁邊商業 然後這邊公園 樹最多的地方在哪裡 在商業區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今天這樣子的空間 的使用 我們是不是要這麼明確的去劃分 那一塊就是社府 這一塊就是商業 還是我們是可以重新去檢討 這一塊土地的使用方式 你今天真的要開發 你真的要照顧社府 社會福利是一定要照顧到的 我相信在地的居民 大家也支持我們去照顧這些弱勢 大家都是有愛心的人 可是 你應該要跟在地居民 好好的溝通 跟里長好好的溝通 因為今天這個案子 假設你們一直在說 這要做BOT 如果依照行政院工程會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辦理的注意要點 裡面就有講了 你今天要辦BOT 你要在規劃階段 你就應該要邀集在地的居民 邀集在地的里長 邀集公民團體 大家一起來討論 這塊地怎麼用比較好 這塊地怎麼規劃比較好 可是你們沒有 你們每一次都是直接自己 弄好了一個東西 以後丟出來 然後今天也只丟了一個平面圖 什麼設計圖都沒有 我覺得這對在地是不尊重的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去溝通 跟 我相信今天如果你跟在地的里長 跟在地的居民 大家都討論得很好 然後大家一起來 規劃出一個很棒的社福園區 擁有很大面積綠地的社福園區 我相信很多在地的老人家 在地的年輕人也願意進去這個社福園區 當志工去幫忙照顧這些老人家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用冷冰冰的都市計畫 把這塊地看成是沒有生命的 它上面一棵樹都沒有 我們樹全部都是空的 我們用一個樹地來看這塊土地 這是錯的 這是不對的 這應該要再重新去檢討 這塊土地的使用方式 那另外其實剛剛大家有提到 一直在問你們規劃內容 一直在問你們這些停車 一直在問說 這些公共設施就不足 你們擴大到一倍 這些問題你們到底有沒有評估 這個評估在哪裡 這個評估在環評嘛 你環評要做啊 我們那個之前已經調過資料啦 依照環評法 你們是符合第三 那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 這個認定標準 第31條第12款嘛 安養中心社會 護理機構或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安養機構這一些的 然後你的擴建 你已經符合那個標準 你要做環評嘛 所以你應該要去做環評 然後跟大家說明清楚 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塊地怎麼用以後 你再來做都市計畫嘛 那我個人認為這塊土地 如果真的要做都市計畫變更 不應該是這樣死板板的 就是把這整塊地切成三塊 你應該用一個特定專用區的一個構想 去結合這一些商業設施 或是結合這一些社服用地 社服設施或是青年住宅 這些東西你要把它弄好 大家希望你退縮一點 那你是不是可以盡量退縮到 那沒有樹的一些空間 我們來盡量利用 有樹的地方 大家盡量保留做綠地 而不是像現在 真的是只能這樣子嗎 所以為什麼今天都市計畫 大家這麼關心 因為都市計畫 是改變這塊土地 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希望都發局真的努力 包括像在台北機場的案子也一樣 三分鐘到了 好謝謝 你根本不是這邊的理名 不是也可以講話 不是也可以講話 因為台北市的都市 對你不是這邊的理名 那大家支持我發言嗎 那你不是你這邊的理名啊 我們跟你們有聯組的 聯組要怎麼樣 我也可以來發集聯組啊 你說你是立黨的我懂啊 我跟大家報告齁 我們所有的案件 任何公民跟團體都可以參與 然後也都可以表達出現 好那接下來還有沒有其他的 等一下 那個那個那個北北 剛剛就已經有 有